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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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个阶段的原民中心它当然付一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说要作为后面要陆陆续续设立的其他中心的一个换例 那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人跟他做事情的方法 要去协助来培训原民有关法务的人才 甚至原民的法律的律师 这是《法律》自页头 因此是求人害的声道 如果说我们很顺利在花莲成立第一个这个中心 那地缘关系上面他们优先跟东华大学来做合作 学生单位有他们的优势 他们在做研究上面 在引进国外的见解判例上面 或说系统性的整理上面 他们有优势 可是他做的这些东西 你没有在个案里面去应用 去论述 等于是作用不大 所以这两个东西一结合起来的话 就会在个案里面去引进这些学界的一些意见 两相整合底下 那么也会丰富他这教学单位 或研究单位他这个研究的一个丰富性 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种资料库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然后去做一些案件的收集整理 甚至进一步的去做一个这种输送主张 输送工坊上面的一个分析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纳入一些国外的这样的一种 判决的一些整理的研究 我们国内目前参载的方式 其实都还是比较主要抽象式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学术上面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提供作为辅助律师 他在整个诉讼使用上面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在整个诉讼的中心里面的一个研究 如果可以的话 就先由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经验的律师 去带领或去做协助 可能更接近族人的需要 因为你到处设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可是你人和服务的这个资源 要跟上进一步的紧密的回应 人才的培养我觉得这更重要 在这种问题里面的经验 我们可以在这段 hyvin的每一个不同的经验 提供的活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得更多的 当然我们都要做好的 在这种活动 也认为我们都要做好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 都要做好 我们都要做好 我们都要做好 明天点赞 记得便买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定会提供服务 因此使你们的通常 我想让我们的 compartir 在我们的财图 大家要有消防 如果我们可以 我们的财图